帖子 姑姑, 你做什麼? 房子裡有這麼多動物 我見聖經記載 以色列文成的舉行制製 我也想試試搞個全凡制 說要有加速和飛琴 所以就把動物都找回來 根據聖經記載 制品可以是加速或飛琴 加速就只限牛羊 通常必須是紅性的 飛琴就只限用斑溝和搓甲 但是就不限性別 最重要的是製品必須是無瑕疵、無殘疾的 有別於其他舊藥的製製 用了全凡製的加速除了皮之外 全部都應該燒光 不會留下剩餘的部分 而血就應全部灑在製痰的四周 我在外面聽到很多動物的聲音 嗚 tha ص 你自己在參加動物園一樣 不是呀,我做出全凡製 但其實我甚 thumbnail不清楚 全凡製是在耶路撒冷聖殿舉行的制限 是要將所有製品 在舉行過滐手以及灑血之後 用火完全的撒毀 焚燒的製品的煙上達於天 表示就是我们的祈祷 传范祭是旧约祭祭中最崇高 最有意义的祭祭 属于流血的火祭 目的是要承认天主是万有的主宰 传范祭是旧约的祭祭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约时代 耶稣基督 借在在十字架上倾留了血的祭祭 而建立了新约 从此就有了新约的法律 施祭和祭祭 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准备加速和飞瓶 因为基督徒参与尼撒圣祭 就是参与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 分佔了耶稣基督的施祭品位 因此我们应该与耶稣基督一同奉献自己 死于罪恶、活于天主 作为圣洁月落天主的祭品 那我们要外主外人做好本分 才称得上是圣洁月落天主的祭品 那我还是去收拾干净房子 谢谢大家 嘿嘿